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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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像外科醫生一樣 把他的內臟把它剖開來 我要看看裡面的梁柱 裡面的走道 裡面的房間的分布 讓房子會講話就對了 我覺得花幾年時間 去做一個殿堂級的藝術 放在博物館裡 我做不到 可是我不想做 我的初衷就是讓建築 文化藝術有很強的實用性 把它變得好玩 牧衣的靈魂 在激勵張馳和流年靜潤間 依舊天衣無縫 一把掌尺 重現中國古法 牧衣智慧 讓一策帽 一斗拳 都融入了現代生活 我 了不起的將人 穿牆透臂 也如木甘林 我花了大概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去把它設計成1比100的一個比例 設計成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一個 南川式項目 斗拱 這些隱藏在屋簷下的複雜結構 由斗形木塊和弓形橫木交錯 這製作組成 劉文輝把這中國古建築的孫茂精髓 設計成了可拆卸瓶裝的積木 她的作品被稱為中國版樂高 我不認為我們做的是樂高 這是我們中國古建築積木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樂高就是用你的想象力 我們進了商場 我們看到的 要麼是埃芬爾鐵塔 要麼是自有女神像 而唯獨沒有我們中國 說實話 我是一種很急迫的心情 我不希望下一代孩子 下下代孩子 都是只知道有樂高 劉文輝正在研發的 第四代宋式斗拱積木 原形就來自於梁思成先生的圖冊之中 當時我第一眼 我還是在電腦屏幕上看到手繪稿 我就到處找這本書 但是最開始沒找到 後來過了一年多 我找到這本 這本手繪稿的書 我就買了一本 我當時很激動 話說真的有這個書 這是一款宋式斗拱 我最早看到這個時候就想 哇這個真漂亮 然後把它 我也能把它做成斗拱真的 雖然機器能夠初步處理 積木構建 但木翼的眼絲和縫 仍離不開體感把握 劉文輝為此特地召集了 來自老家山西的二十多位木翼匠人 一起去實現木頭間的完美契合 你看啊 我就覺得這個月亮啊 這個應該想辦法去改一下 對吧 這樣直直的不太好看 給多能給 就是麻煩下來嗎 麻煩下了嗎 我覺得不是問題的 對吧 一定要 一定要往最好看最美的方向去改 對吧 我一開始講的時候 他們都恨我呢 我給他嘗嘗一個構建 我說你照著做 他不做 放一邊 我在明天再去的時候 那個構建還在那裡 連著兩次 我說好 你不做我來做 我就給你做成一樣 看著 劉文輝堅持還原宋氏斗拱中 本是柔曲外型的月亮 光這一個構建 從重新設計到手工雕刻 就花費了兩個月 我聽聲音啊 就能感覺到這個刀下刀的深淺 這是什麼感覺 我的合夥人也想讓我賣得快一點 但我不願意走那條 我說那樣會毀了我們對吧 因為你的心態會發生變快 當有人去捧你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就揚揚得給你 我寧願所有人每天都罵我 都批評我 說你這裡不對那裡不對 這樣我們才會 把每個細節都改進得很好 劉文輝堅持自己繪紙說明書 以求更好的體驗感 讓他人每一次的揣摩組裝 都成為與中國古建築 最直接有效的對話 很多朋友跟我們反映 還是看不清 斗工到底是怎麼搭起來 每個構建 有一天我們想到了 應該用彩色 來表達我們要描述的 這個斗工的樣子 那麼像這樣的一幅 彩色的說明書的話 大家看到就會很直觀 你比如說 那我用三斗 用紅色的話 大家一看 我知道這個紅色的位置 都是三斗 這樣的話就很容易搭起來了 第四代 宋式斗工積木正式亮相 已經是劉文輝製作 讀工積木的第五年 大家都在喊文創 都在講文好不行 都想去做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在喊口號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每天都在按頭 在場所裡面 在空間裡面 在努力 努力的把這個事業往前推 原本有著海外優渥的工作 四十一歲的劉文輝 卻選擇重返校園讀研 大多數人求穩求誠實 劉文輝卻選擇 張揚地當了一把賭徒 像這一組石頭啊 我們傳統山水的結構啊 叫做十分三面 我覺得你這邊的結構啊 可能空間表現啊 要再考究一點 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現在依然在海外 依然在做自己不喜歡的 或者為了生活 為了房貸也好 為了其他家庭也好 為了其他家庭也好 在做所謂的工作 但我覺得賺錢 不是我的第一目的 相反 我為了做得多 我把房子都賣掉 我覺得最大的樂趣在於 你永遠在路上 永遠在追求你最喜歡的事情 劉文輝將威俄古記 變成了現代積木密碼 傳遞給下一代 而台灣古建築畫家李前朗 選擇重走梁思成之路 用畫筆代替觀眾的眼睛 領略中國古建築的內裡美妙 很少會有人知道 年近70歲的古建築畫家李前朗 和他上千張古建築圖紙 就在台北鬧市區狹小的工作室裡 相處了半輩子 李前朗花了20年的時間 循迹走訪了祖國的大好河山 最終完成了至今難求一側的 川牆透壁 在他的畫中 五十一個經典中國古建築 被解構和重構 從此與人沒有距離 インフム 金燈 天洋 上來的 巴黎當地時間 周一芳晚 六點多 盛牧院的錦樓建築突然在發出火苗 沒有多久 整個屋頂都被燒得 於是剩下股價 我今天看报纸 说要十年才有可能修好 至少十年 巴黎圣母院的失火 李千浪惋惜不已 在他眼里 建筑凝结了时空 也是现代人通往历史的桥梁 我每次看到一个几百年的古建筑 我都跟他敬个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躲过多少 我们讲那个结束 他才能留到今天 所以我其实是中间人 我希望你透过我这个 再去欣赏那个房子 这是我当时定下的目标 李千浪正在筹备的新书 主角正是建于光绪年间的 板墙林家花园 曾是台湾最大的 私人福地 二十年前 李千浪就曾经主持过返修 这次他要用结构画法 重新将它绘制成册 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林家的后代 他跟我讲说 我们家有个花园 你要不要他看看 所以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就去看过这个花园 那真的这个花园很仔细地看 是后来读了建筑以后 我就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它了 莱青阁是曾经林家主人招待贵客下榻之所 也是整个林家花园的点睛之笔 我是想像外科医生一样 把他的内脏剖开来 我要看看里面的梁柱 里面的走道 里面的房间的分布 这样我可以用一张图 讲很多故事 看穿房子 里出结构 李前朗用铺面 仙顶 及鸟看 灯特式的角度 将建筑的内立乾坤 展现得淋漓尽致 八十年前 梁先生就已经把这个基本技巧 都已经教给我们了 我们今天都是踩在他的肩膀上 他说没有到现场看这个硬线木塔 你不晓得 这个中国古建筑 木头的可能性 像我画那个硬线木塔 我就把前面的屋檐都拿走 它是八角形的 我把其中一角把它拿走 我可以看到 每一层每一层里面的 这个内部精彩的地方 我甚至还画一个图 是分很多层 这样我可以看出来 他盖房子的程序 你要不要来看看 拍的邻家花园 检查一下 有没有震动 这是古董机器 这是其中一个月泼水穴 欣赏月亮 看起来已经有点甜蜜了 对 是不是最近几年有震动 有 五年十年总是会有一些疏散 很久不久 让它消失掉的部分呢 擦掉 确定是可以 很快的描一次 把屋頂拿走 一間一間 房間 也有門 你看這個就是流的門 然後甚至的外面呢 我們還看到 有柱子 這邊一樣也有 墻 也有柱子 老師每天畫畫累了 就會拿起吉他彈一彈 活動手指 一個古建築選擇 居然會彈吉他 一般不會想到的事情 可能 他比較像是 無異復興時代的那種人 他是一個手作人 你們是兩把吉他 對 沒有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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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主唱 我跟李雙哲呢 我們男生大部分都是彈吉他伴奏 主唱有歌聲好的人唱 當時的組合就是這樣 上百部相機和四處堆砌的 緩燈底片 工作室存檔了時空 也收藏了他的熱血青春 我也喜歡收藏 我也喜歡收藏的人 但是自從認識他以後 我說我收藏他一個就夠了 我自己不敢再做任何收藏 人喔總是要有一種狂熱 那你如果說連這個狂熱都沒有的話 你就有點萬念俱灰 就沒有那個力量 古建築一定都是 顏色都已經很暗淡了嘛 但是我畫圖的時候呢 我希望把它畫得比較明亮一點 甚至我還試圖恢復啊 它原來的樣子 我們不要以為古建築啊 都是黑黑的一片 那是歲月使得它是這個顏色 其實它在幾百年前 剛落成的時候啊 它常常也是非常漂亮的 人喔最重要的貴夫創造力 踩多大一步不重要 至少你已經有踩出去 但你的繼任者 他會再往前面 這樣一步一步往前推 智慧是得記得 無論你是年少時還是 哪怕你四十多歲五十歲 你不要回去自己 勇敢地去向自己最喜歡的 最願意去實現的夢想去呢 不獲之年 不獲之年的破釜成舟 又或是五十年如一日 都是少年狂熱 不負此生的恰好時刻 劉文輝與李前朗 一位將古蹟實體變得可觸摸 一位在平面裡 三地建起高樓 他們在用各自的方式 讓古建文化 與現在的人們 近距離相遇 燕窩 是百搭而清新的食材 雞湯的鮮 燕窩的潤 帶來不同滋味 組合在一起的絕妙感受 2000年學校就開始落實 玻璃專業 這二十多年很堅定 將來這個用玻璃的地方 越來越多的時候就快好起來 但是我們知道 當代中國是不需要那麼多的玻璃藝術家 所以很多的學生畢業以後 都是面臨著轉行的一個現狀 一個困境